哈喽我的观众小卡们你们好呀我是三斤 今天三天要给小卡们分享的是一部动画短片 自动贩卖机 讲述了一个自动贩卖机里真的有人 只要付钱几乎什么都能满足的故事 工作日早上的后车站台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它能让不管是任何年龄身份还是性格的人们都统一的发出 啊我不想上班的感叹 不过小夏却不是其中的一员 它蹦蹦跳跳的来到车站一口气挤到了人群的最前面 满脸写着积极 小夏在一台自动贩卖机里工作 这种自动贩卖机跟我们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其功能之强大 涉猎之广泛 堪称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机银行酒吧咖啡厅心理诊疗室等各种功能于医生 总之就是只要客人付出对等的金额 他们需要什么自动贩卖机就能提供什么服务 更快小夏就迎来了他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看起来是个娇横的富婆 女人投出硬币后选择了咖啡服务 小夏的自动贩卖机就立马变成了一个迷你咖啡厅 可就在小夏制作咖啡时不小心弄洒了原料 哦哦完蛋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女人看着也露出了不悦的表情 等等 怕莫不是神功爆的远房亲近 不过好在小夏又立马重新做好了一杯递给女人 此时女人正打着电话 也没检查温度就喝进了嘴里 结果下一秒全都喷出来了 不仅烫得整张脸都变了色 而且失了痣 而后便对小夏发起了漫长且激烈的嘴炮攻击 即便如此 无辜的小夏还是要保持着职业假笑 还真是应了那句 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 夫人走后 小夏的贩卖机前又迎来了一位垂头丧气的中年男人 男人选择的是聊天服务 他拿起电话就开始了无休止的诉苦跟抱怨 小夏耐心的开导着男人 可不知不觉间他也被负面情绪所包围了 不过小夏依旧保持着微笑 因为这是他的保护色 呃呗 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下班前小夏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可是男人看小夏的表情很是奇怪 而且点了一杯又一杯的红酒 而后经顺势握住了小夏的手 小夏只感觉坠入了红酒的深渊 被一条条蛇束缚了身体 累住了脖子 无力挣扎也喘不过气 就这样小夏默默承受下了所有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早上还朝气蓬勃的小夏 彻底变成了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搭了着脑袋 脚步沉重 这时他在路过的一台自动贩卖机前 停住了脚步 击起的玻璃 倒映出他脸上 从不随心情而变化的职业笑容 其实呀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台自动贩卖机 被需要或是被索取的时候 我们就是贩卖机里面的人 被服务 或者是被给予的时候 我们就是贩卖机外面的人 然而总有一些人不懂得尊重和适度 自认为是顾客 就真的摆出一副上帝的态度 无是生非 得理不饶人 仗着自己的身份随意的出言辱骂 甚至是做出更过分的行为 久而久之 就连贩卖机里面的人都忘了 他们与客人原本就是平等的 他们原本也是可以反抗的 只是为了生存 而小心翼翼的对待着这份工作的态度 被人当成了死无忌惮的筹码 所以在面对伤害时 贩卖机里的人才会无休止的忍耐 妥协 让步 不断的被刷新了底线 变成了麻木 软弱的工具人 这便是可悲之处 三间响 这部动画也是在提醒我们 在作为顾客时 也要善良 在作为贩卖机时 也要有底线 在该反抗时反抗 要拒绝时拒绝 才是勇敢 尊重自己 尊重生活的表现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间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